开局先撸倒一棵树,前期够用就行,此次晶变比以往的都困难了许多,白天不仅会刷出大量僵尸,况且第一天的它们并不恐惧阳光,来到一所野外木屋发现这里并不安全,二楼甚至全部被僵尸占据,来不及反应的我直接被拿下一血,欢迎来到晶变一百天。 第一期,从背包分解原木合成工作台,合成一把木棒暂时用来防身,制作木稿向旁边的石头挖去,一次连锁过后它就失去了作用,在工作台火速制作实质三件套,那么在末世里食物是非常重要的,我们必须要在前期收集可观的食物,这旁边还有一座残破的阁楼,观察四周并没发现僵尸,那就过来开箱看看有没有宝贝。 就在我收集的途中,一只老六偷袭了我,一下甚至打掉了我两个半的血,把鹿堵上从工作台制作熔炉,烧制一下美洋洋的肉。 酒足饭饱之后就要继续开始咱们的探索之旅,这箱子里居然有一个便捷行囊,这也就代表着我比别人多了九个空间,将物资全部收拾完就开始探索另一个房间。 卧槽箱子里居然有两颗钻石,另外的箱子里还有一把金战警,卧槽这箱子就更了不得,一把MCA100,根据提示这是一把突击步枪,但是就不知道为啥步枪居然是G的瞄准劲。 箱子里的子弹也要统统带走,卧槽开什么国际玩笑,我还没探索2.5分钟怎么就天黑了,好在今天不是血月,不然的话你目前这个僵尸数量我肯定不是对手。 卧槽,怎么突然冒出了一大堆,36记走为上记,我还是先溜了,我跑,僵尸追,我插翅南飞,本想着躲到这个狗洞里度过今晚,没想到又被一个千年纱送回出生点。 都怪你这只可恶的鸡,从背包制作火把放到副手,给漆黑一片的夜晚带来了一丝光明,前方似乎是一个医院想必拥有很多医疗用品,不过似乎又让我失望了,除了一些矿物什么也没有。 突然想起来,我还拥有一把枪,现在就拿面前的僵尸来开开婚,我好像高估了这把枪的伤害,一发子弹下去伤害仅仅只有6点的伤害。 单打独斗,貌似可以,但是群战肯定不行,有了枪就要来爆当初的一血之仇。 在这木屋角落的箱子里,我又发现一把步枪,这么多僵尸在我恐怖的火力下根本不值一提。 楼上箱子里居然还有一个便携背包和一把钻石西洋剑,旁边的书架也要全部带走。 这对咱们后期的附魔非常重要,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清晨,是时候出发寻找一个适合建造避难所的地方了。 清晨居然都已经刷新了这么多僵尸,经变以后的他们肯定更加恐怖。 在奔袭了半天以后,我决定在这里建家,一山放水,我相信自己能抵挡住僵尸的进攻。 先来做一口小箱子,来存放用不到的物资,利用收集到的铁矿来制作一把铁铲,当务之急,肯定是需要来规划一个庇护所的大小。 顺着这条坑,一直往前拉,直到一个距离,然后转身向右。 好在在天飞之前,终于完成了工程,向四周插上几个火把防止刷怪,趁着僵尸没来进攻,提前把食物准备充足。 六块木板两根火把,加一个铁钉合成光药盾牌,放在副手这样手持盾牌也有光源了。 说曹操曹操道,刚说完僵尸他们就跟洪水一样聚集在一起,面对广伐的僵尸,我想只能用修脚这门手艺了。 四周扩展一个空间以后就开始当一个手艺人,僵尸们看着我这个新鲜的肉晃动,口水肯定早已垂涎三尺了。 不过我发现手里的西洋剑好像并不能把它们怎么样,还是来扩建一个地下基地吧,将工作台还有箱子全部搬迁到下面来,物资也全部转移到这里面,放下床记录第一次独自睡觉。 众所周知,矿洞里拥有非常多的经验矿,仅仅挖了两分半等级就达到了40级,这些不知和用处的模组矿也要带走。 不远处的石锥跟笑眼的牙齿一样恐怖,这还有一个小白刷怪龙刷怪龙,将旁边的小白秃秃死以后就来开箱。 可惜一点好东西也没有,将收获的铁矿全部扔到熔炉里烧制,等待两分半以后就可以来制作一套铁盔甲。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来探索一下东方的城市吧。 刚到就发现许多野生的银食,旁边还有两口箱子,打开以后发现可食用的人有一个,另一个则是金屁屁和主播的树枝。 前面还有一个废弃的车辆,发现车里竟有上任主人留下的枪械,卧槽看我发现了什么,末世里竟然有1850年生产的车辆,将唯一的燃油添加进去以后竟然还可以行驶,不过似乎是一个老爷车开起来颠覆性巨大,这里还有一座书屋,一键连锁以后将其全部带走。 刚刚得到的SD7,貌似是一把散弹枪,一发子弹从落个弹孔封散出去,打得僵尸没有一点还手之力,我这是什么狗运竟然又发现一把武器,不是这枪械什么时候跟大白菜一样便宜了,刚刚讲获的一把A30是一把狙击枪,一发40点的伤害,我相信没有任何生物可以抵挡。 通过望远镜,发现城市周边居然还有个村庄,我感觉运气替我捡了十年羊兽,上来就发现铁哥被一群僵尸围攻,随身携带的铁钉让我化身占地医生为他治疗,那么现在就是反击时间,他作为肉盾在前面抵挡伤害,而我就是占地医生和捕枪小能手。 刚刚帮铁哥这么多忙,拿点补助不过分吧,他们吃不完的食物就由我笑纳了,我发现这个村庄里的幸存者寥寥无几,普遍现象就是十个僵尸争夺一只村民,他们除了躲在家等待救援别无他法,三下五除二就将所有僵尸逐一击破,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。 城市道路上还有非常多的黑钥匙,将附近的僵尸击败以后就来挖掘,一线连锁两百个应该暂时够用了,随着太阳的升起迎来了第七天的早晨,距离第一次的惊变仅仅只剩三天,随着一声提示大物来了,视野就变得非常模糊。 两天半没回来,家中居然聚集这么多僵尸,那么现在的话就来制作一个转化桌,将烧制好的四个石头取出,加上四个银石粉和钻石合成闲者之石,闲者之石加上黑药石和石头就能合成转化桌,打开以后选择一键迈入先存备份,兑换八个钻石加上石锥,在工作台合成矿物种子,这次的矿物打算建在地下二层,一键连锁两下后就有了种植空间。 刚刚合成的种子全部种下,相信实现矿物自由的时间指日可待,木板木棍合成一些梯子荡成上下行走的路,再来放置一些火把防止地下刷怪,木棍羊毛合成手柄,然后合成钻石大剑,这可可比捡来的钻石军刀好用多了,仅仅是自带的横扫之刃就足以甩它2.5条接。 一刀下去听着僵尸的嘶吼声真是解压感十足,现在没有经验之前的僵尸根本奈何不了我一点。 卧槽,我怎么只剩一格血了?开什么国际玩笑第九天就刷BOSS了?提示的血条显示名为连锤。 卧槽家都出不去了,这只BOSS肯定堵在上面。 我非常好奇,我挖了地道它是怎么过来的。 一闪而过的血条足足有1200点。 卧槽干嘛啊?BOSS好像不是一只,我得赶紧离开不然我这个基地肯定不保。 既然他们手在出口,我就在这挖一条路出去。 今晚也没提示血月,为何怪物如此之多? 卧槽这样还能打得到我? 完蛋刚刚的爆炸,让庇护所出现了一个洞。 现在大量的僵尸,卧槽满血怎么被秒杀了? 这次是真的完了,主洞口上方崩塌,对了我还能去矿物种子的房间。 不过僵尸太多,根本无从下脚。 现在我被两大BOSS堵在家里,根本出不去。 才发现一身铁套早已爆炸,根本抵挡不住伤害。 只要复活不出2.5秒直接被嘎掉,不敢想象经变以后的僵尸到底是什么样。 最终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床被破坏,回到了出生点。 近十天的努力复之东流。 今晚的僵尸异常凶猛,难道是第一次惊变即将来临? 他们发生了狂暴,伴随着太阳即将升起。 那么第十天的早晨,马上到来,南方还有一座城市这是我不曾来过的地方。 破旧飞机里的子弹也要带走。 背包还有铁定分解木板制作工作台,打算重新打造一身铁套。 卧槽城市里还有老六又被秒了。 复活以后发现僵尸已经第一次惊变,突然发现上面的功能设置里还能生成一个新手小屋。 看样子还挺不错。 旁边的合成台还能制作强大的枪械,奈何材料不足只能望眉解渴。 将门口挖一个洞,那么僵尸来犯的时候就会掉到里面,放着梯子方便上下行走。 卧槽发现后门居然是敞开的,还好过来看了一眼,不然到了晚上后果将不堪想象。 小屋顶楼居然还有自带的满级附魔台,不过没有清津石不能附魔。 城市大楼里墙壁都是铁块做的,将其全部收集以后,发现已经到了晚上。 不过周围光源十足并没刷新太多僵尸。 卧槽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? 突然出现直接两发喷子教他做人,先来睡觉度过今天的夜晚。 家门前居然就有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,等以后收集了燃油就能开着飞机去往任何地方。 已经过去了两天半,不知道两位boss有没有离开,现在就过去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 卧槽没想到还在,而且庇护所已经被他们霍霍的不成样子,本想着用身法左右走位来躲避攻击。 可远方还有位榴弹手直接又回了老家,还是老是发育来做转化桌吧。 我知道挖矿过程你们不喜欢看,所以直接跳过了。 终于发现僵尸进入的来源,原来马鹏行边就是高速公路。 将其堵住以后发现还有咱们需要的黑钥匙和银石。 材料收集以后,终于做出了第二个转化桌。 将刚刚搜刮的铁块全部卖掉,然后购买钻石。 装备钻石套用来防身,现在就来顶楼打造一套顶级装备。 首先的话就是这把钻石大剑,截至克星耐久三还不错。 卧槽稿子第一次就是食运三,看来应该是对我的补偿。 在消耗了40击的等级下我获得了这套装备。 等天亮我就要去报丧家之犬之仇。 很好你们居然还没走。 天助我也,今天就是我夺到矿物种子的日子。 卧槽,我这各种保护三是假的吧怎么又被秒了? 太好了,我又搜到了这把40伤害的大局。 这下打败两只BOSS肯定轻而易举了。 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,拥有了这把枪果然非同反响。 一缩弹家12发子弹一发40伤害,也就是说三个弹家就足以让他迎恨西北。 终于在我的坚持与努力之下,我打败了连锤。 还有这只召唤乌鸦的黑衣人给我去世吧。 回到避难所以后发现大部分东西都已经丢失。 卧槽,怎么又发生了暴食? 在此事件下会出现许多饿了30个月的僵尸。 检查背包的时候发现居然把连锤的武器给爆了出来。 赶紧去看我的矿物种子还在不在? 好在还有拥有这些咱们就可以东山再起。 收集完以后就要回新的避难所。 不过看这个样子我应该很难走路回去。 那就将身上的装备脱下被他们分尸吧。 面临大量僵尸的围捕。 我选择脱下盔甲放弃抵抗。 因为资源匮乏我没有一点胜算。 回到家后发现僵尸已经进入到了院里。 肯定是上次出去忘了关门。 经变以后这些僵尸变得更加凶猛。 而且枪械使用长久就会有哑蛋的几率。 评论区有人说加个转化桌一点难度没有。 所以我就放弃它自给自足。 首先就要清空一片区域来种植昨天收获的矿物种子。 将原石放到熔炉烧制。 这样的石头才能将种子种到上面。 钻石、青筋、石铁、煤炭全部已经就位。 连锤掉落的斧子伤害还挺高。 不过还是没有这钻石大剑触发的横扫之刃解压。 从工作台合成一点石栅栏准备做农场。 就将院子后面的区域规划出来吧。 用石栅栏将它们围起来。 再来一点火把防止周边刷怪。 入口的位置挖坑做无限水。 在工作台合成锄头开垦荒地。 将仅有的三枚小麦种子种下。 回楼上睡觉度过第13天的夜晚。 今天的任务就是收集基础资源。 木头作为万元之手自然必不可少。 然后下一步就是来繁殖动物。 虽然小麦还没成熟但是可以先做好住所。 一共两间打算养一个牛和一个羊。 看我又发现了一个绝佳的避难所位置。 卧槽好像又要有大事发生了。 我要赶紧逃回家。 卧槽没想到触发了丧尸战士事件。 一瞬间出现非常多的僵尸吓我一跳。 根据提示才发现这只是第一波。 本打算去前面的木屋躲避一下追捕。 卧槽没想到屋里的僵尸比外面还多。 好不容易甩开它们。 没想到丧尸第二波进攻来袭。 面对海量的僵尸只能选择老祖宗留下的战术。 提进我退。 敌住我扰。 敌提我打。 敌跑我追。 这可就叫做游击战术。 最终也是将它们消灭。 敌挡住了第二波进攻。 卧槽还没走。 2.5米远就触发了第三波。 并且第三波的考验竟然是两只垂帘。 也就是这个把我打得家都出不去的男人。 并且这次还是一下两只。 看着它们争鸣的面目,我只能选择性奔跑。 我知道再强的战术在绝对性的力量面前都是小儿科。 它们带领无数小怪向我涌来。 我只能象征性的开枪看看有没有一线生机。 不过,我好像低估了这把武器的伤害。 虽然子弹少,但是伤害是真的高。 我现在只需要把子弹都打到一个垂帘的身上。 只要解决掉一只的话,那么另外一只就不攻自破。 而且它们现在到了水里,限制了它的移动速度。 终于在我的坚持与努力下解决掉了一个。 不过这时它居然躲到了桥下,我根本看不到它的身影。 而它的大斧子是能够打到我的。 就在我换了位置寻找它身影的时候,关键时刻狙击枪竟然没子弹了。 这只老六在水里朝我扔斧子,然后命令小僵尸朝我发起进攻。 前有猛虎后有豺狼,难道我要命丧于此? 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要主动出击。 但是我并没有在水下发现它的身影。 只见不受水力影响,僵尸游得飞快。 时不时还会蹦出一个老六偷袭我一下。 我又将周围转了一圈,还是没有发现它的身影。 这个时候它能去哪呢? 忘了它肯定是去入侵我的家了。 就在我面对两只BOSS不知怎应付的时候,一眨眼它们就不见了踪影。 只剩一堆虾冰蟹降与我盘旋。 这时我顿感不妙,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。 卧槽果然偷袭了我的避难所。 还好回来得及时不然肯定完蛋。 避难所自带防护装置它根本出不来。 而我只需要在外面无差别攻击。 卧槽,你怎么出来了? 我刚说完就打脸,这喷子换子弹。 卧槽它一招蛮牛冲撞把我顶出去2.5米远。 完了前有狼后有虎无路可跑了。 最终也是费了一条命终于将它击败。 搞不懂才十几天就能出现这么强的怪物。 避难所里有一辆摩托车,只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资源就能修复。 还差2.5个树枝和9个钢瓶。 现在就踏上行程寻找物资吧。 出来第一个箱子就找到了树枝。 破旧房子里的炸药也要带走。 收集钢瓶X2。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夜晚,而我还在漫无目的地奔跑。 这里貌似是一个地下室。 除了几个箱子以外就是僵尸落落。 随着太阳升起,第18天马上来临。 即便如此僵尸并没退去, 他们早已获得在阳光下行走的能力。 卧槽怎么在这刷了条暴君? 一发榴弹,直接把我送回了老家。 好在修复材料已经足够。 左拧右转之下,它成功成了一堆废铁。 好像发现家里有点不同寻常。 我没在旁边的区域怎么会刷怪呢? 上来观看一番卧槽暴君追到家了。 接下来就发生了惨不忍睹的一幕。 卧槽它居然跳到了我的家里。 一言不合执意发榴弹甩过来。 卧槽这地形好像阻挡不了它。 它的被动直接让箭柱腾空而起。 榴弹通过缝隙直接让我隔屁。 并且我发现我的武器好像被沉没了。 无论我怎么点击它都无动于衷。 现在简直成了一个烧火棍。 身上装备已经全部破损。 地难所也变得破烂不堪。 跟上次被堵在家门口一模一样。 只要复活不出2.5秒直接被制裁。 召唤的蝙蝠更是像蚂蚁一样恐怖。 面对如此恐怖的生物,最终我又一次倒下了。 这次是个好机会。 趁它不注意赶紧跑出去。 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。 现在只想它对着避难所发泄完早日退去。 卧槽随着一声巨响发现箱子已经爆炸。 物资已经全部爆仓掉落在外面。 环顾四周以后发现它早已退去。 在我避难所肆意妄为一番就跑真是太可恨了。 房子内更是千疮百孔,感觉已经不能呆了。 连锁600个黑药石应该勉强够用。 在门口坐一个地狱传送门准备去咬极痛岩浆。 刚来地狱就获得了下界的成就。 想必地狱要塞就在附近。 我的新避难所这次准备建在天上。 大概一百的高度就差不多了。 我就不信它们还能飞上来。 卧槽,见着见着沙尘暴怎么来了? 这种天气会让我的状态变得非常低。 不仅放置方块非常缓慢,我的速度也慢如蜗牛。 不过我还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。 然后便在外墙上面铺满岩浆。 一觉过后已经来到了20天。 这也代表着这个世界更加危险。 接下来就准备将物资转移到这上面。 最后直接给大家看成品。 外表不仅被我用岩浆包裹。 入口的位置我还准备了红石机关。 只要走得够快就会直接掉到前面的坑里。 只有小心翼翼才能安全地通过。 前面还有一个铁门需要按按钮才能过去。 双重保护更加安全。 上升的楼梯我选择了水电梯。 只需要0.25秒就能成功到达顶层。